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月7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事件 今天台北绝对有个大新闻 为什么呢 德州州长突然到访 访问台湾 宣布建立德克萨斯州台湾办事处 该办事处 这是德州州长发布的 说将通过促进更多的贸易 投资合作来加强德克萨斯州和台湾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 这是赖清德 我觉得不依赖于中国大陆 而是和美国直接建立这种联系 各个州直接建立联系 德州是各种石油 还包括高科技芯片产业 以及各种 很多除了高科技以外 还有各方面的航空航天 电动汽车 这都是德州的优势产业 还和赖清德见面了 这可以绝对能解决台湾的现在的就业 以及台湾的产品 包括德州的消费力 那绝对比中国大陆强多了 台湾的现在石斑鱼 台湾的什么什么各种 之前说是叫啥 台湾的什么那些农产品 是吧 都可以消费德州 德州 凤梨 凤梨 对 也可以和台湾 在新面上进行全方面的合作 建厂各方面 你看 所以这个赖清德 这个整个的战略方向 政策 就是和中共越走越远 和美国越走越近 德州 未来什么加州 纽约州都直接建立州与州之间的合作的话 你想想 这对中共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杀胜利 你怎么看这一次 这是这个大新闻 好 谢谢路德 其实我觉得 之前在蔡英文时代 一直在喊什么 务实外交 可是我觉得 那都只是一些口号 那实际上蔡英文做出来的事情 其实在路德社里面 有目共睹 所以说其实 现在赖清德才是真正的 把这个整个台湾的国事 带上国际舞台 那虽然说可能 刚好这几天又遇到迷进党 可能有内部有贪腐的问题 然后有一些政治民心 可能会因此重见落 可是其实讲的比较实在一点 就是说 其实赖清德上来 真的是在针对 整个台湾内部 做一个比较清晰的 一个方向的指引 跟做一个内部的清剿 那这对美国来讲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最重要就是 以前的战略模糊呢 包括就像国防部这种 甚至于有点 侧异的方式呢 事实上对美国的这个利益 是损害非常大的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什么叫务实外交呢 就是其实已经不需要去 太在意本身台湾现在的名称称号 或者是说一些 像之前甚至于传出来说 不是因为台湾因为好像被 中国在中东的地区 因为好像被这个 中国被列入一个观察员 然后台湾自己退出吗 像这样的东西 我忘记是中美还中东了 反正就是像这样 国际组织的一个场域 如果台湾再不 再不很积极的 或者很主动性的 去撇开这些意识形态 甚至于去撇开一些 不必要的像那时候 蒋中正为了什么 那个在联合国里面 因为这个所谓国共不能在一起 所以说因为要2758号决议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决议做成 所以让蒋中正愤而离开联合国 像这样的一个很不明智的 这些做法 事实上我相信在赖清德 以这种比较实际的务实外交 来作为基准的话 我相信现在台湾会慢慢的去打开 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那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事实上我印象中 好像布希 他本身也是来自于这些 美国南部的一些 那个大洲嘛 所以说其实很重要 像德州这样的 不单本身来讲 他的矿产资源 还有他本身对于 其实有很多台湾人在 这个德州都有不错的发展 所以说事实上我相信 其实德州这一次跟台湾 建立这样的一个友好关系 真的是对台湾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重要的指标 那只是说希望 目前如果说像台积电 本身去美国设厂 那目前到底是 能不能真的设得成 还是说还有很多关键的一些技术 或者说政策需要去做一个调整 那事实上不晓得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 德州真的能够进一步跟台湾 不管是从政策面来讲 或者说从民间的合作来讲的话 如果说能进一步深化的时候 我相信这的确会对于 中共在国际场域里面 不断的去打压跟压缩台湾的空间 造成一个破口 那事实上 因为以前包括很多 不管是台湾有很多的都市 像台北市 他可能会去跟很多城市来建交 包括什么 以前像最常做的 像最常听到的就是像上海 所以说像什么柯文哲 还要去上海 去为了什么双城论坛 诸如此类去找出一些政治议题 然后甚至于去亲中 那现在不用了 那现在如果说有美国很多城市 包括我只举例 说明现在已经都有这样的一个 姐妹式的关系 比如说像西雅图 甚至于说未来有可能 甚至于纽约 甚至于有其他的城市 如果说都能够相继的来跟台湾的这些 做实质的民间的一些交流 跟联盟策略联盟的话 我相信这真的对于台湾本身的社会的一个对于美国的一些向心力跟亲和度都会有非常显著的提升 那这的确才是现在台湾最需要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其实在赖金特的这件事情上真的可以大力而肯定 那事实上其实最重要的这个合作可能不限于政治经济 甚至还有可能不安 像美国有国民军嘛 那如果说像这些国民军如果说他们愿意来台湾去做一些军事上或者甚至于这些民间民间这些武力准备的上的这些合作的话 我相信其实对美国来讲对台湾来讲对台湾民间自主力量的形成 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抛砖引石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这个东西当然现在只是刚刚开死而已 那我相信只要日积慢慢的日积月累了很多地方能够去勾集起来的话 我相信这对台湾绝对是个好事 好路德 那个台湾内部的媒体啊 就是秦宫的媒体 是怎么说这次啊 德州在这个设立办事处的事情啊 和德州的合作 他们怎么诬蔑这个事情 轻描淡写 他们一般来讲就是轻描淡写啊 但因为本身来讲 他们如果说像这些红媒啊 如果说太去在意这些事情的话 反而把这事情炒热 所以其实他们的应对之道就是 冷处理 所以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在台湾今天的整个版面里面 事实上说得非常非常的小哦 所以说其实他们的一些 呃动机目的就已经非常清楚 他们就希望像台湾这些很实质上面的一些 跟美国的一些进一步的合作 他们都希望冷处理 那一方面可能是避免刺激中空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们只要越低调 他台湾的百姓就不会去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那这其实很很大大就会去伤害到 就是说本身赖总统在在这一系列上所做的努力 那事实上的确是有有需要去加以发扬 加以推广的 好路德 好 除此之外啊 你在那个郑文灿啊 是这是郑文灿吧啊 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再看看 呃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这个最近 好没有问题 呃具体的台湾的风向 媒体的风向 你把你先介绍一下台湾这两天的 媒体关于谈着这个事情什么情况 然后再你点评一下 好不好啊 这是在台湾信号的比较大啊 对对对 因为其实郑文灿本身他担任过桃园市市长嘛 那现在这两天的媒体里面 事实上有很多就是包括蓝营的部分 就是说 呃国民党跟民众党这里是希望把他去引导到 呃是民进党本身 就是说DDP本身他内部的一些 呃内部派系的斗争 那事实上就是模糊掉了整个焦点 那甚至于说 包括本身民进党的这些 呃在台面上的政论政论节目的这些名嘴啊 我们称之为名嘴啊都希望把他导入 就是说哦这有可能是因为啊本身 郑文灿在地方本身想要去把这些呃一些重要的呃市政规划 比如说把一些农地啊改成工业区啊 这样的话就就可以让这个活络地方经济的发展 可是这些因为在民主国家里面哦 你要把这些土地分区来去作为重整或规划的时候 因为你看像有可能比如说一块农地它的一个市价可能只有十万块好了 那现在如果说改成工业区的话 它可能本身的价值就会暴涨到五倍以上 那诸如此类的话它就会有利益上的一些 呃你比如说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的话 我因为这个农地改成工业区我本身就会获益嘛 那这个一个获益在民主国家里面就会说哦那这样子 你把这个政策的方向把这个土地分区去做做改变的时候 那你是否有呃利益回避的问题 或者说这政策上是否有加汇到某些特定人的时候 那你是否有做一些适当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调配 或者是说把利益利益相关方有相对的对于大众去做一些陈述 那这些东西的话事实上在民主国家会遭受到质疑嘛 所以说事实上这个这个东西事实上 它本身案发的时间已经事实上 如果说媒体的报道有部分是正确的话 那这个事情事实上是由来已久 因为本身来讲在整个郑文餐它执政的期间 有很多的开发案 那土地开发案是涉及到最多利益的 那事实上这这里面有没有当地的一些建商 或者说土地特定的团体 这都是当地的检察官他因为有人去举发 因为为什么会举发 就是说我可能因为你的政策遭受到不利益 那我就会去举发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勾当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勾连的话 那当地的一些检察官或法官就会去发动一些侦查 那问题是这样的案子似乎已经被这个什么 检察官尝试很多次要去起诉这个郑文餐 可是都被当庭可能因为很多理由 比如说证据不足啊 或者说本身来讲有其他方面的理由被法庭这样压下来 也就是说有可能后面有一些政治力在操控这样的事情 那这事情因为本身来讲在现在台湾的政策里面 对于郑文餐来讲 他是蔡英文所提拔起来的一个政治明星 那这时候在民进党内部当然会有人去担心说 如果说万一这样连一个蔡英文这么努力提拔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明星都可能中见落马的话 那还有谁可以去逃脱这样的一个内部的清洗 那所以说事实上对民进党来讲 对于赖清德来讲 他其实就是需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动作来去清楚 让很多人去清楚来站队 也就是说现在借由这些检调力量去肃清民进党本身内部的一些问题跟击毙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于蓝白这些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众党来讲 能够对他们就是说本身来讲 赖清德他新官上任是需要一些政绩的 那如果说他不先砍向这些已经现存的一些事实 比如说像新竹市市长高宏安这些事情的话 或者柯文哲这些设弊的事情的话 他最需要就是对自己党内的同志先来进行开刀 因为有些事情他可能已经积压很久了 那只是说什么时候去开这个第一闸 那这一闸到一旦攒下去 当然就是有可能就是要攒到自己人了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展到自己人的一个效果 远远会比他对于蓝对于白这两个政党 去做开刀的动作来得更有效 所以说事实上我觉得本身来讲 现在当然这个是否本身郑文燦涉及了 涉及了这个案件的深入程度有多少 我们不得而知 可是最重要就是说本身赖清德在想要去 肃清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在他的政绩上的确是会产生显著的效果的 那的确或许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以在台湾的一些政坛上引起一个震撼弹 就是说无论你是皇亲国戚 或者是你是前朝议员 那无论你本身来讲你的战功多显赫 一旦你涉贪就来庆德那几句话 就是说依法就办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台湾的政坛 可能会产生一个不小的涟漪 那这持续我们要去持续观察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政治效应 会否为这个赖政府 跟赖执政团队来加分 那这个东西就是必须要我们后续再观察 好 路德 好 关于台湾话题 非常感谢你有些人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资讯 咱们这个节目先到此结束 待会我们再谈论另外一个话题 谢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